家长们这种焦虑的起源 比较根源的问题呢 还是在于我们普通高中的入学率 就像在网上我读到一篇文章里头提到的 他说我们中国人可以接受自己的孩子是个普通人 但是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 是一个没有读过高中的普通人 这句话对我的感触特别深 所以我想呢 为了让中国的家长们 不再焦虑在孩子一出生的那一刻 就开始焦虑他的教育问题 增加这个高中的入学率呢 应该可以大大的缓解 我的建议呢 就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的财力的情况 调动社会各方的这种资源 除了功力之外呢 也可以有些私利的普通高中 满足我们从家长端也好 从产业端也好 从国民素质提升的这个需求也好 综合去考虑逐年提升我们普通高中 入学率的这样一个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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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